你或许听过中子星,但夸克星可能更加奇异,拥有我们难以理解的性质,甚至让科学家也一头雾水。 近日,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可能打破物理学常规的星体,有可能是已知最轻的中子星,也有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奇特夸克星。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离奇发现。 首先,什么是中子星? 一般来说,中子星是某些超新星爆发后形成的残骸,密度极高,小小的体积里包含了太阳1.4倍质量。 但是这次发现的星体却只有0.77个太阳质量,比以往发现的任何中子星都轻得多。 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,它真的是中子星吗? 科学家怀疑,这可能不是普通的中子星,而是一颗理论上预言过的夸克星。 夸克星,又称奇异星,是一种由奇异夸克组成的星体,而奇异夸克本身是一种夸克的特定类型,名字听起来高深莫测,但在微光物理中确实有奇异特性。 夸克星可以拥有极低的质量,甚至比普通中子星还要紧致。 而新发现的星体,由于质量极轻,似乎正好符合夸克星的特征。 最初,星体是在2007年被发现的,科学家推测它离地球有一万光年远。 然而,通过欧洲空间局盖亚天文望远镜,天文学家对其距离重新进行校正,发现实际上离我们只有8200光年。 距离修正带来了巨大改变,如果它离我们更近,那么之前认为是较远距离发出的强辐射能量,实际需要一个更小,更致密的星体产生。 也让它成为目前发现的最轻疑似中子星。 然而,它的辐射和结构特征却让科学家迷惑不已。 正常情况下,中子星质量下限应在1.1个太阳质量左右,而这个星体只有0.77个太阳质量,似乎是个不可能存在的中子星。 如果真的是中子星,那得重写中子星理论了,如果是夸克星,那可能掀开物质极限的新篇章。 虽然这个发现令人兴奋,但要确认它是否真的是夸克星,还有很多研究要做。 科学家需要继续观测其辐射特征以及精确分析其内核结构。 这需要更多观测数据,以确认其是否具备奇异夸克的稳定结构。 如果能够证实,确实夸克星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极端天体的认识。